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这眼瞅是快过年了 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 大家要调整好心态 本来想说一些喜庆的话题 或者说发福利的节目 但是这绕来绕去总是绕不开疫情这么一个话题 特别是今年的冬天有太多人去世了 记得有一个推友 他在推特上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疫情三年 我的外公外婆 我的爷爷奶奶 我的父亲母亲 他们全部都走了 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 他也是一个独生子女 老人都走了 这太悲惨了 我个人看来这太悲惨了 按理说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 人老了肯定迟早要走 但是就集中在这几年呼啦啦全部都走了 你说这心里悲凉不悲凉 那么现在对于中国的疫情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说死亡人数已经达到4亿 对于这个数字咱们待会再讨论 咱们先看一看具体的新闻细节 中共持续掩盖疫情真相 但民间的大量信息显示各地的医院和火葬场不堪重负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15日指出三年多来 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 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 这波疫情的结束的时候 中国会死5亿人 这段时间大家也都看到了啊 这个疫情海啸 医院是人满为患 火葬场大排长龙啊 包括我前几天我广州的朋友他跟我爆料 在殡仪馆工作了一些内幕啊 大家可以翻我往期的节目啊 看了我只犯恶心啊 中共发布的疫情数据令外界难以相信 中共官方1月8日宣称去年12月7日到今年的1月8日期间 只有37人染疫死亡 举国上下没有人相信 14日又称去年12月8日到今年的1月12日 有近6万死亡病例 但民间大量的一手信息显示 中国因为这个疫情死亡的人数巨大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指出 中国已经死了4亿人 这里就提到了啊 上次SARS出现的时候 中国死了2亿 多年之后 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 马上开放二胎制三胎制 首先说一说这个人口吧 中国现在是多少人口啊 官方怎么着 没有14亿也有13亿吧 你要说这一次疫情的死亡人数 官方呢 他肯定是瞒报的 他不希望这个事态扩大 他不希望引起民间的恐慌 所以说从官方途径 你看到的信息都是掺水的 都是作假的 国家统计局 你不如说那是国家骗子局啊 那就是专门发布一些骗人的数据啊 什么中国粮食储备率啊 能够达到多少 那都是骗人的 真的要是像李洪志所说死了4亿人 那这意味着什么呀 那这意味着啊 中国每个家庭啊都有直系亲属去世啊 我再重复一遍 如果说有4亿人死亡的话 中国每个家庭都有直系的亲属去世 那我觉得这个4亿人把这个数字有点夸大了啊 我个人认为啊 我对李洪志呢 我对他没恶意啊 对于法轮功呢 我也没恶意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说我讨好他们吗 也不是啊 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 我认识好几个法轮功的朋友 在油管的同行呢 也有几个法轮功的朋友 坦白讲人家对我很厚道啊 这是普遍的那些大法弟子人我觉得人品都不错都很厚道啊 所以说对于这么一个呃信仰吧 我对于他们呢 我是没有恶意啊 有些观点呢 我不赞同 比方说这个4亿人死亡 我认为这个数字呢 有些夸大 但是呢 我也不是说啊 质疑他们就恶语相向 这也不至于李洪志大师说死这么多人 但实际上 我们去观察自己身边 包括我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可以去观察你的 这些周围的生活环境啊 是不是家家户户都死人 如果说是家家户户都死人 甚至说一个家庭死了好几口人 那么像这中国疫情死了4亿人呢 我觉得是接近真实束缚的这么一个数字 但是没有啊 目前我所了解的信息是 虽然中国现在老人去世比较严重啊 但是也没有达到4亿人 包括我在国内 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人跟我去爆料嘛 有时候呢 说一些什么政治八卦 有时候说一些什么娱乐八卦 有时候讲讲什么中南海 听床之类的 如果说是他们家里人 如果说真的是去世的话 他们肯定不会跟我去说那些 跟自己生活无关的信息啊 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从我每天接收到很多那些给我提供素材信息的人来说 啊 他们既然还在关注那些娱乐八卦呀 政治八卦呀 中南海听床啊 那说明他们身边的亲人 那都还在 那很多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是 阳是都阳了 普遍都阳了啊 大家都熟悉的一个词来说 阳康阳康啊 都阳康了 可以说是家家户户都阳啊 你要说中国这个目前来说 呃 染疫的人数啊 已经阳了的人数 你要说破4亿呢 我相信 那你要说死亡人数呢 这个达到4亿呢 我不信 但同时呢 这也不是说就给中共洗了 有时候大家站在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非对即错的角度去看问题 而你不同意法轮功李洪志的4亿这个数字 那你就是相信中共的数字了 中共的数字呢 我也不相信 中共呢 他就是把这个数字搞得特别的少 以此呢 来淡化这个民间的恐慌情绪 对于中共高层来说啊 老百姓是什么呀 老百姓那就是韭菜呀 那是要割的 老百姓那就是人矿呀 那是用来挖的 老百姓那就是行走的零件啊 活着的500万呢 哎 对于中共来说 他们希望这些韭菜们 这些人矿们啊 这些人哎 可以继续为他们创造财富 创造财富必要的条件呢 就是要给他们希望 就是要给他们画大饼 要让他们继续岁月静好 继续能够去工作 只有在这种一个社会安定的情况之下呢 中共才能够继续割韭菜 你从这个角度来说 中共他也希望这个社会安定 中共也不希望一天到晚出现这么多事 只不过呢 他们执政的这种智商啊 他们治理国家的水平啊 是实在不敢恭维啊 可能是屁股绝对脑袋吧 坐在这个位置上 可能就要维护自己的权利 就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到头来啊 一个本来很有能力的一个人 到了体制内就没办法去施展自己的才能了啊 这个执政水平啊 就是每况愈下啊 搞哪一块哪一块搞一谈糟啊 我朋友都说了 你中共你不搞什么 哪一块这个哪一块才会出现繁荣 现在就是从这个韭菜这个角度来说啊 中共呢 他是因为希望能够继续割韭菜 继续挖人矿 所以呢 他会把这个数字啊 说的很少很小 不想引起民间的恐慌 实际上民间的这个死亡数字呢 是十分大的 我之前我做节目呢 我可能也用了一些比较夸张的标题 我说国内有整个村的人啊 呃都在办丧事啊 那可不是吗 咱们就拿前几天那个南昌 那个特大交通事故啊 来说吧 本来是一个人出病 结果一下子 一个货车 晚上起大物又撞伏了十几个人 那你要是从一个村的角度来看 你是不是这村里边 大家都是沾亲带故的 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村 都在办丧事啊 家家户户都死人了 当然了 我做这那期节目的时候呢 我也不是说 在中国全部都是这样 但是已经出现这样的苗头 呃 话是这么说 看大家怎么去理解啊 就是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人死亡 很多老人去世啊 你从这个 人况的角度来去看问题呢 中共他不希望年轻人大量死亡 你从这个养老金这个角度看问题呢 中共呢 他是希望老人赶紧去接马克思 这样的话 养老金亏空的问题呢 能够去理解 那么说回这个 反养工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的 4亿人死亡呢 我觉得这个束缚呢 也夸大 但是呢 我对反养工呢 也没有恶意啊 我只是质疑这么一个数字 那当然了 呃 希望反养工的朋友 如果说看到这期节目啊 也不要喷我啊 你们都是很好的人啊 我只是怀疑这个数字而已 咱们有事说事啊 对事不对人 那么你要是再往前数的话啊 这个历史上出现大规模的人口减少吧 很多时候都是人祸啊 那不是天灾 你说三国时期啊 三国大婚战啊 那个时候人口锐减 那个时候好像登记再测的 才不到一百万户啊 那是怎么造成的呀 那还不是因为在东汉末年啊 时常是祸乱董卓进京 然后黄金起义 然后诸侯歌剧 连年征战 他导致的人口锐减吗 这是人祸呀 那你说这个安史之乱 唐朝后期也是人口减少 那也是人祸呀 唯一一次天灾 我个人认为那就是明朝末年 那时候啊 处于一个小冰河时期啊 你看一看明朝末年啊 在地球上 你把这个地球一翻到美国 你对照明朝末年那个年份 美国刚登陆到北美大陆上的那一批移民者 也死了很多人 这都是因为那是一个地球上的小冰河时期 大概有100年左右啊 广东都六月飞雪啊 历史有记载的 而且到了什么时候啊 太平天国 咱们再继续搜索一语历史啊 太平天国那中国死了一亿多人啊 那中国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没了 就因为一个太平天国 这也是一个洪秀权 一个祸乱的祸害啊 清朝的时候最大的祸害 那就是洪秀权了 到了中国呢 那最大的祸害是谁 那就是毛泽东了 毛泽东 因为他的存在 各种运动啊 文革还有大饥荒 中国非正常死亡超过7000万人啊 7000万人 人祸 你从历史上从古道经捋一捋啊 凡是出现大规模 这个人口减少 大规模人口死亡的 那都是人祸 这个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去翻一翻历史吧 到这里我也就不细说了 好吧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 就先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